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華雲的AS-6602T 介紹了它的硬體規格、特色 還有初始化的過程 另外也介紹了希傑的NAS專用硬碟 也就是鼎鼎大名的NAS狼系列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先點資訊欄裡面的連結去看看喔 這一集我們要來介紹軟體的部分 會介紹華雲NAS的冷備份技術 還有電腦版跟手機板相簿管理軟體 讓你手機上的照片可以自動備份進NAS裡面 也會介紹上一集提到的硬碟健康管理軟體 這是NAS狼系列很重要的特色喔 另外也會分享華雲的直播分流軟體 可以讓NAS幫我們同時在很多個平台進行直播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先來介紹一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功能 叫做My Archive 這個東西它可以讓你的硬碟被隨身帶著走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般的NAS硬碟放在裡面 通常就不會再拿出來了 但是因為它這個硬碟是可以很容易抽取的嘛 所以呢 它就可以有一個My Archive的硬碟槽 然後你可以把它拔起來之後 直接插到另外一台NAS上面直接去讀取 它有一點像置物櫃的概念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外界硬碟盒 那你就是有很多個硬碟 那你可以把它分類 你想要什麼的時候就插進去讀取 那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是支援快照的 這也是它跟一般外界硬碟不一樣的地方 那它有快照的話 它就可以做版本控制 而且這個快照是跟著這顆硬碟走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到新的NAS上面 然後用它們的快照中心去管理 或還原這個快照 那在往下這裡其實有寫到 它有非常非常多個格式可以支援 它可以支援EX-T4 EX-FAT NTFS HFS Plus 還有BTRFS這些格式 那這些格式的話 如果你是把它格式化成NTFS 那你就可以直接透過外接合的方式 把它插到我們的Windows的電腦上面去讀取 那或者是說你把它做成HFS Plus的格式 就可以在Apple Mac上面直接去讀取 不過如果要做快照的話 應該是只能用BTRFS的格式啦 所以這個東西呢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然後如果你要做EX-FAT的話 它就必須要先購買一個 序號你才可以去使用 那另外這個地方 它也可以去做加密的部分 就是幫你這顆硬碟去做一個加密的動作 所以這是這台NAS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先來介紹一個App 叫做Photo Gallery 3 我們可以到App Central裡面去安裝它 所以點進來 然後我試用的時候它是擺在Beta Apps裡面的 所以我點進去Beta Apps 然後找到Photo Gallery 3 把它安裝起來 在安裝之前要先確認一些事項 比如說它會需要用到這個資料夾 然後它要先安裝另外一個App 旁邊有它的狀態 這邊打勾就是已經有的 那這個地方是驚嘆號嘛 你看我滑鼠在上面的時候 它會說你要先安裝它 但是我移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在安裝的過程中 它會自動的幫我安裝這個軟體 所以呢 我就直接按安裝 然後就等它安裝好 這樣就可以了 安裝好之後 我就可以點XX離開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這個Photo Gallery 3 那這個Photo Gallery 3 它是一個相簿管理軟體 所以我先把它點進來 然後裡面現在是沒有任何照片的 這邊你可以選擇新增檔案或新增來源 新增檔案的話 是從你的電腦裡面去選照片 把它上傳進來 那新增來源的話 則是從你的NAS裡面去找一個資料夾 那那個資料夾底下所有的照片 就都會被匯入到這個Photo Gallery 3裡面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我後面的頁面 已經跳到另外一頁了 好這個的話 你可以從這裡 有一個管理員 點開 然後選偏好設定 點進去 一樣可以到這個頁面 裡面可以去選擇 你要品質優先還是速度優先 那它預設有一個來源 就是Home底下的MyPhoto 所以你只要把照片放在MyPhoto這個資料夾底下 它都會被匯入進來 另外它有個投影片 那你可以上傳一個背景音樂 這樣你在看投影片的時候 它就會有背景音樂在後面播放 那我們現在先把檔案 放進MyPhoto試試看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Photo Gallery 3 重新打開來 看看照片是不是真的有被匯入進來 那要把照片放到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從檔案總管點開 然後這裡有一個MyPhoto 它是在Home底下買 MyPhoto把它點進去 進來之後我們就把我們的照片 拖進來裡面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有新色花海的照片 我把整個資料夾拖進來 放開 然後這個地方會問你說 如果已經有一樣的檔案的話 你要略過還是要覆蓋 那我們先按略過 然後確定 接下來我們再到我們的Photo Gallery 3 點開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照片就會出現在Photo Gallery 3裡面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整個資料夾 或者是把照片直接拉到這個裡面來 它一樣可以上傳進去 譬如說我把這個資料夾拉進來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夾裡面的照片 全部散傳上來 那這個整個相簿的操作模式 跟Google雲端相簿是非常像的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在使用Google雲端相簿 所以這個介面我用起來 我是覺得還蠻親切的 那它傳完之後 現在看它沒有出現嘛 是因為你必須要重新整理一下這個頁面 那我們就點到相簿 然後再把它點回照片 然後它就會出現在下面這裡 同時上面也會顯示一個同步完成 那我們到剛剛相簿這邊有一個最近加入 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最近放進來的照片有哪些照片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操作吧 首先是照片的排列方式 它是用拍攝的日期下去排列的 所以這個日期並不是上傳的日期 而是拍攝的日期 那拍攝的日期 它是讀取照片裡面的中繼檔案 也就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照片裡面會記錄下一些光圈快門的資訊啊 還有它拍攝的日期 甚至有的可以記錄到拍攝的地點等等 那它就是讀取它拍攝的日期下去做排列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資料夾這個部分 先把它點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Home My Photo 這就是我們剛剛預設的一個來源嘛 那這裡面呢 目前有兩種照片 一個是我剛剛放進去的整個完整的資料夾是新色花海 另外這裡有一個智慧上傳 智慧上傳這個資料夾進去裡面 它會有2020年然後再點進去就是9月 再點進來是29號上傳 然後裡面就是我們在29號的時候上傳進來的照片 那如果說我們用手機 它自動備份進來的照片 也是會放到這個資料夾裡面的 所以如果是我個人的話啦 我個人的建議是如果你想要把資料夾 一個一個分好放進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複製到我們剛剛的My Photo底下 然後就照資料夾去把它放好 那它一樣可以進來到這個Photogary 3裡面 那智慧上傳的部分我們就給這個 手機備份進來的照片 因為那個可能就比較沒有系統性嘛 所以它就直接讓它備份到這個 智慧上傳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其實資料夾只是一個分類的方式 它裡面還有一個很棒的方法 叫做相簿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並沒有建立任何的相簿嘛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建立相簿 譬如說我剛剛這邊上傳的東西 我想要建立成一本相簿 那這個相簿甚至我可以把它分享給別人 所以呢我就先把我要建立成相簿的照片選起來 如果你點這個日期的旁邊打勾 它可以全部選起來 就是以那天拍的照片全部把它選起來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一張一張點 看你要哪幾張你就把它選起來 那或者是你可以先點了一張之後 按住shift鍵到這邊 然後再點一下 它會把這一邊的照片全部選起來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呢我先把它全選 然後右上角這裡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加入相簿有沒有 把它點一下 然後你就幫這個相簿命名一下 例如cosplay 然後我就打入cosplay 然後按新增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加入了新增的相簿 然後我們到相簿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本cosplay的相簿了有沒有 那點進來就是我們剛剛放進來的這些照片 那它這個地方它只是一個超連結 它把相簿顯示在這裡 但是你在相簿裡面把一張照片給移除掉的時候 譬如說我現在選這一張 然後這邊我去選三個點把它給移除 那這邊移除了之後它有告訴你 移除的照片和影片 仍會保留在你的相簿褲中 所以它只是從相簿裡面把它給拿掉 我現在移除 只是從相簿裡面把它給拿掉 但是你的照片裡面 這張照片還是存在的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是放照片的位置 那相簿的話 它只是在相簿裡面去做一個連結 讓你可以看得到那張照片 但實際上 你如果在相簿裡面把它刪除的話 它刪除的只是連結而已 它不會刪除到你原本的照片 所以你就可以很直覺的去調整你要的相簿的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建立相簿的方法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分享這本相簿給別人 譬如說我現在點進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分享的符號 我們把它點下去 這邊有一個共享連結 點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選擇 我要共享這本相簿 那這邊可以選擇有效的期限 譬如說你要分享到幾月幾號為止 那我們先選永遠 那需不需要密碼呢 現在先設定不用密碼 然後按下下一步 這個時候它就有一個連結給你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 一個是輕鬆連線 一個是WAN 一個是LAN 基本上如果我們是要分享給別人的話 我們就選輕鬆連線就好了 然後把這個複製 之後按確定 那我們現在把剛剛的這串網址 貼到另外一個瀏覽器上面 然後把它貼上來之後呢 它就會連到我們的NAS裡面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些照片了 那這個就是別人進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一個樣子 那它看到之後 它這個照片是可以下載的 它可以選 比如說選這三張 然後把它給下載下來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壓縮檔 被下載下來 所以這個照片 你要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用這個方式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把你選好的照片 弄成一個相簿 然後把整個相簿分享給別人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有那種全家大小 或者是親戚朋友一起出去玩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拍攝的照片 都分享給這些朋友們 那當你建立過分享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相簿去看一下 相簿的右下角 就會出現一個連結的圖案 代表你這本相簿是有做過分享的 所以這時候你點進來 你再去看這個共享的部分 點下去 然後共享連結 這也是開啟的嘛 你可以再點進來裡面 去看一下裡面的設定 那接著你可以再點管理 然後我們可以調整日期 或調整相簿的名稱 還有這個 他的 是不是需要密碼 那譬如說我現在假設 我設了一個密碼 好了叫1234 然後我按下套用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有一個密碼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把它關閉 所以我一樣把剛剛那個網址 貼到我的另外一個瀏覽器上面 這個時候他就會叫你要輸入密碼 所以你就必須要輸入1234 然後你才有辦法進得去這個相簿裡面 不過基本上是只有拿到連結的人 才有辦法進得來啦 所以除非這個連結外流 不然的話別人應該是沒有辦法進來的 那當然你多設一個密碼 就可以再增加一道安全性這樣子 另外我們現在把一張照片點開來 然後右上角這裡其實有一些選項 譬如說這一個是把它變成投影片模式 然後就會全螢幕 然後每過幾秒就換下一張 那上傳背景音樂也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你可以在放這個的時候 同時讓他有音樂存在 好那接著呢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一個東西 叫做資訊 訊息 我們把它點下去 這裡可以看到你拍攝的一些 中繼資料的訊息 比如說我拍攝日期啊 然後曝光時間 光圈 ISO 然後有沒有用閃光燈等等的 還有你拍攝設備等等 所以像這個就是我用手機拍的 然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類似像這樣 這邊也可以看 然後這個東西 它是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相簿軸的一個方式 就是底下會直接出現其他照片 你可以直接在下面點 然後就直接跳到那一張 就不必一直跳出去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用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單純把一張相片下載下來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做旋轉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相片可能它的 方向不太對嘛 你就可以在裡面單獨的去做旋轉 那每一次就可以轉90度這個樣子 另外再來講一個是搜尋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去搜尋 比如說我現在搜尋花海 那它就可以把所有跟花海相關的東西搜尋出來 那它主要會搜尋相簿跟資料夾 所以如果你建的非常多的相簿 你就可以透過搜尋的方式去找 或者是你的資料夾名稱裡面有那個東西的話 它也可以被搜尋出來 那資料夾你可以直接點進去 它就會把那個資料夾裡面的照片全部列出來 或者是你搜尋到的相簿你也可以點進去 所以這個搜尋的功能在你有 非常非常多的相簿或資料夾 然後你要找特定的照片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 就只需要在這個地方輸入你要搜尋的東西 然後按下Enter 它就可以把它搜尋出來 並且列出來給你看了 好啦 那我們電腦版的Photo Gallery 3就講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手機上面的AiPhoto 3 它跟這套Photo Gallery 3是一起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直接用手機的AiPhoto 3連進來這裡 然後看這裡面的照片 那所有的介面也都是一樣的 同時你也可以讓手機上面的照片 自動備份進來這個Photo Gallery 3裡面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要怎麼去操作吧 要在手機上使用AiPhoto 3 我們要先去Play商店搜尋並且安裝 所以我們就到Play商店去找這個AiPhoto 3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完之後就把它開啟 那我們就會進到這個畫面 這邊的話它只是告訴你說 他們會很注重我們的隱私 所以你就直接點繼續就可以了 好 繼續之後 這裡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 那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允許它去讀取我們的媒體 因為它需要把我們的照片什麼的上傳到NAS 所以我們要按允許 好 再來這個地方我們要去做登錄 那因為我現在跟我的NAS是在同一個區網裡面 所以它會自動去搜尋這個區網的IP 但我們在外面的話呢 應該是要輸入我們的ID 就是我們在上一集裡面有設定的一個Cloud ID 我們要先把它輸入進去 那我們那時候設定的Cloud ID是 AS6602T 然後一-547B 接著我們再把帳號 帳號就是我們NAS的帳號 ADMIN打進去 還有它的密碼也把它打進去 打完之後按下登錄 它就會進到我們剛剛的Photo Gallery 3裡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剛剛所上傳的照片 都在裡面 那你可以直接滑動 它一樣是以這個時間軸下去做排序的 所以右邊這裡其實有一個可以拉的有沒有 你就可以拉著它移動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設定好了 首先我們先到右邊有一個更多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更多我們把它點下去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去開啟相片備份 好 相片備份的話就是它可以把我們手機的相片備份到Photo Gallery 3裡面 好 所以我先把它點一下 那這個地方我把它打開 它現在是關著的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這邊有幾個可以選擇的 一個是新增的照片 一個是所有的相片 所有的相片是因為我現在手機裡面已經有一些相片了 那如果我那些相片也想要備份進去的話 我就要選所有的照片 那如果我是想要之後拍的才備份進去 我就選新增的照片 好 那我們現在先用新增的照片就好了 那另外備份來源這個地方可以去挑選 它現在預設裡面是一個DCIM 那你可以看到我有其他的資料夾 那這些資料夾它前面沒有打勾 於是這些資料夾裡面的照片就不會被備份 那DCIM主要就是我們相機直接拍攝的東西 它都會放在手機的DCIM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先維持DCIM就好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只備份相片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要備份照片 然後影片不要的話你就把它打勾 就是把它勾選起來讓它變成亮的 那如果你要照片影片都用的話呢 就不用選它 那另外這裡還有一個是僅限Wi-Fi模式 就是你只有在Wi-Fi的模式下你才去備份 有的人手機可能沒有吃到飽 那他就可以把這個開起來 避免因為備份照片或影片而損失了自己的流量 那另外一個是充電的時候備份 因為有時候影片它可能要傳比較久 畢竟影片都比較大嘛 那如果說你在外面拍的影片 然後它就一直上傳的話 可能也蠻耗電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那它就只有在有充電的時候 它才會去做備份這個動作 那這邊的話呢我就先按套用 所以呢我現在是只有 備份新增的照片 那我們等一下會現場拍個照片 然後讓它實際備份一下 所以套用 於是呢它就被選起來了 好那接著呢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相片裡面當然就是我們剛剛在電腦裡面上傳過的照片嘛 然後相簿也是我們剛剛有建立的相簿有沒有 這裡有一本Cosplay 而且它是有經過分享的 那基本上我們剛剛在電腦上做的操作 也都可以在手機上面做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把這個花海的部分 建立成一本相簿 然後把它分享給別人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先挑一張照片 長按住它 那長按之後它就會變成可以選擇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我們一樣 可以選日期旁邊的這個點 它就會一次全部選起來 所以那一天的照片就全部選起來了 選起來之後 我們選這個 右上角 這裡有一個加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然後 我們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相簿 如果你要加到原本這個相簿裡面 你就直接點它 可是因為這是另外一組照片嘛 所以我要選一個全新的相簿 好就把它點下去 那這邊我就建立一個叫做花海 有一次就會有一個花海的相簿出現 好 所以花海確定 那這本相簿建立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cosplay是有連結的 花海是沒有的 所以我現在要把花海也建立一個連結 可以把它分享給朋友 那這時候呢 我就點右上角 這邊有三個點 把它點開來 那這邊有一個建立分享連結 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那這邊都完全一樣 你有沒有預期日呢 如果沒有的話 就把它選永步 那如果你想要設定一個日期 過了之後就不分享 你也可以在這邊設定 那密碼的部分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照這樣子的設定下去打勾 勾勾在右上角這裡 把它點下去 於是這個地方就建立了一個連結 那我們一樣 這個地方分享管道 我們就是選這個 easyconnect 就是我們的這個快速的一個連結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 複製下面這個連結 這個複製可以直接點 點了之後連結就會複製起來了 你只要把這個連結貼給你的朋友 它就可以直接連到這個照片裡面 就是我們這本相簿裡面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是完全一樣的 那在你建立了之後呢 它的下面就會出現這個符號 所以你只要把連結貼給朋友 它就可以來看你這本相簿裡面的內容了 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剛剛有說它拍照之後會自動備份嘛 所以呢我現在開啟相機 然後來拍一張照片看看 所以我現在對這個滑鼠拍照 好 拍完之後呢 我就拍下一張照片 那這時候它手機會去自動偵測 它每個一段時間就會自動偵測你有沒有拍照 那有拍照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的去把它進行備份 所以我這邊有跳出一個訊息是 備份已完成 那這時候把它點進去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拍的這個滑鼠 就出現在這個上面 那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再到電腦版上面看 電腦版上面也是有的 所以拍完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把它上傳到我們的NAS 然後就會進到裡面 這個功能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像這裡面的照片啊 我們都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 然後我也可以下載 我只要選這個下面有一個下載 把它點一下 它就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東西它其實就是像雲端相簿一樣 如果你有用過Google雲端相簿 這個東西應該會非常非常的熟悉 然後它的差異在於說 我現在是把這些照片 一樣是同步到雲端 可是這個雲端是我自己建立的 是在這個NAS的硬碟裡面 所以所有的照片 是存在我自己NAS裡面的硬碟 而不是存在別人的伺服器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東西它的好處就是 你的硬碟多大 你就有多大的儲存空間 所以我如果是4T的硬碟 或8T的硬碟 我只有這麼大的雲端儲存空間 而且照片是不會被壓縮畫質的 所以等於就是你自己建的 一個雲端相簿的意思 那這樣的話 對於資料的隱私權來講 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我在上一集裡面有提到 希捷的NAS狼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硬碟健康管理系統 我們可以到App Central裡面去看 有沒有安裝起來 就是這一套 目前是已安裝的 它叫做Irowwolf Health Management 然後這一套的話 它可以顯示硬碟的健康狀況 保固期限跟資料救援的服務等等 好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你可以到儲存管理員裡面 然後選到硬碟 之後選擇你要看的硬碟之後 左上角有個硬碟醫生點下去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健康管理 那這邊去掃描的話 它是掃描200多個參數 所以呢 比起我們一般傳統的Smart 只有20幾個參數來講 它算是更完整的一個健康管理 那目前它檢測的結果 是全部都是健康的 那如果有一些狀況的話 它也會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說是什麼地方有狀況 那這邊也會顯示這顆硬碟的保固期限 跟它的資料救援計畫 那大家要記得就是 2020年1月1號之後買的NAS狼硬碟 都有贈送三年的資料救援計畫 這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誠意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去設定排程掃描 那基本上我建議最少最少每周 那我自己是覺得可以每天掃描 你就每天挑一個你在睡覺的時間 NAS比較沒有在運作的時間 讓它去掃描就好了 然後兩顆硬碟都讓它去掃描這樣子 這樣有狀況的話 它才能在第一時間告訴你 另外它也有壞鬼的掃描 跟Smart的掃描 就都給它做 反正只要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顯示出來 因為硬碟在NAS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核心的東西 所以有一套這樣子好的健康管理系統 去幫我們隨時注意硬碟的健康狀況 這對我們的資料安全來講 都是非常棒的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介紹 Live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對於我們有在用直播的人來講 算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 只能夠到一個平台去直播串流 那它可以作為一個分流的中心 就是你直播串流給這台NAS 然後它幫你分流到很多其他的直播平台 那這樣的話呢 對你的電腦的負擔也會比較小一點點 好那我們現在點進去看一下 進來之後叫我創立一個帳號 那我就先設立一組帳號跟密碼 設立好之後我按一下建立帳號 那其實右邊這裡有一個語言 可以把它改成中文啦 改成中文之後我要重新再打一次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建立帳號吧 然後這邊告訴你說要刷新這個網頁 然後試試看登錄它 好那我重新整理之後 它現在變成登錄的畫面了 所以我這邊就輸入我的帳號 跟我剛剛設定的密碼 然後我們按一下登錄 應該就可以順利進來了 好所以現在進來這裡面之後呢 它有一個設定精靈嘛 那這裡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直播設備 把它串聯到這台NAS 這台NAS在幫我們分流到很多其他的地方 譬如說Youtube 譬如說Facebook 譬如說IG 那我看一下要怎麼用喔 首先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選擇youtube 然後加 好那這邊我們去輸入我們youtube的串流金鑰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輸入youtube 代表它是youtube的部分 那我現在金鑰先不輸入我就按ok 好所以呢這個地方它就已經有了一個 我們要串流的位置了 那再來就是它可以同時去備份影片 也就是說你在串流的時候 它就去幫你把影片做紀錄下來 那另外它也可以轉檔 好那這個地方如果你要轉檔的話 就會吃掉一些功能 吃掉一些CPU的使用率這樣子 好那這個地方我們先直接套用好了 好接著呢我們要關閉掉這個APP 然後把它重啟 所以呢現在我必須要到這個地方 然後找到我們剛剛的那個軟體 這邊有一個已安裝 然後把它關閉 好之後呢再把它打開 好我們再把它打開 好了之後呢我們再進去它裡面 然後再登入 登入 登入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當然我可以再去新增一個其他的 好比如說我再去新增一個Facebook的按一下新增 好那這個地方一樣要我們出入串流金鑰跟名稱嘛 不過其實它好像前面就會寫了啦 所以你不輸入好像也沒有差 好反正我們就有一個Facebook的串流的部分了 那其實在設定經理裡面它也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介紹 好譬如說你要用什麼裝置直播 那你點進來 好它會告訴你用電腦直播的時候該怎麼做 要用手機直播的話該怎麼做 好這個會告訴你 那包含說你應該要複製的位置 好然後把它貼上到哪邊 好它都講的蠻詳細的 那另外呢 在下面這個地方 好就是第二步 好要透過這個金鑰來把我的平台跟這個Live連結在一起 那怎麼做 好這個地方有告訴你 如果你是Youtuber 你要到哪邊去找你的直播金鑰 然後你是Facebook 那你要去哪邊找你的直播金鑰 然後把它弄到你剛剛我們推播列表這個裡面 好我們剛剛在設定的時候 它就有要你輸入金鑰嘛 好那另外呢 下面還有一個第三步 就是這個地方 好第三步就是選擇你要直播的平台 那我們剛剛就是把它已經新增了嘛 就是這些金鑰要輸入 那直播完之後呢 重新啟動之後就可以來去做直播了 那你在直播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的 你只要串進這個NAS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幫你分流到這些地方 同時開始直播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這一次的體驗分享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其實NAS還有非常多的功能 但是我也不可能每一個都做詳細的介紹 所以就挑了幾個我覺得特別重要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軟體的部分整個體驗下來 操作上我覺得是非常直覺 而且簡單的 尤其是雲端相簿的部分 不僅可以讓手機自動備份照片 還可以快速的分享相簿給朋友 整體的介面操作也非常的容易 那斯郎的健康管理系統也很棒 可以更全面的監控硬碟的狀態 並且盡可能在硬碟出狀況之前 就先給出可能會出狀況的警告 這讓我們的資料安全更上一層樓 即便真的發生了意外狀況 希姐也提供了資料就有人的服務 這樣全面的保護 讓人放心不少 華雲的直播分流功能也是非常實用的 可以讓我們一次在很多個平台同時直播 對於有這樣需求的直播主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這一次的使用體驗非常的好 不論硬體或軟體 華雲的AS6602T都有優秀的表現 以這個價位來講 一次給足了兩個2.5Gb的網路 以及兩個M.2 SSD的插槽 真的是CP值爆表 也將檔案傳輸的速度 往上帶了一個層次 再加上良好的軟體使用體驗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挑的了 那我們這一次 華雲AS6602T的開箱體驗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這一部影片能幫助你 對華雲的NAS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內容對你來講是有參考價值的 分享無損一己有助他人 我是瑜 我們下次見囉